現在我們估計仍然在家中進行檢疫或隔離的人士 是超過30萬的 但由於在2月底已經修訂了我剛才說的完成檢疫 或完成隔離的安排 第六、第七天可以做完之後離開 所以這個現在掌握的數字可能是一個高估了 有些人已經順利完成了檢疫或隔離 面對這麼大量需要支援的居家人士 政府在第五波疫情發生到現在 都不斷提升我們支援這些家居人士的能力 但仍然處於一個追趕的狀態 我們支援的實質包括以下幾類 第一 希望第一次可以接觸到這些在家居人士 為他能夠派送一個抗疫的物資包 而物資包的內容也不斷地豐富 第二個支援是熱線 因為幾天內留在家居 都有些不同的問題需要查詢 所以我們也有一些熱線提供查詢的服務 亦都會按照在熱線內當事人提出的要求 我們評估了是需要為他提供進一步 上門送派物資的支援 包括食物 第三方面是醫療的查詢 因為畢竟他們都是確診的人士 或者是緊密接觸者 醫療查詢包括有情緒的支援 健康狀況的評估 遙距的診治 甚至是預約去到醫院管理局指定診所 來代診治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